儿菜一坨一坨掰下来,去掉老皮,洗净,控干水分,切片备用 或者蒜苗,斜切薄片,蒜末,姜丝,干辣椒块,猪油备用 猪肉提前冷水煮半小时,洗净表面灰尘,切薄片备用 锅烧热,下腊肉,略微煎出油脂,但不要把腊肉煎干 再下干辣椒,姜丝,炒香,下儿菜,翻炒一分钟 腊肉自身的油脂不够的时候,补充一勺猪油 再加一勺麻辣酱,继续翻炒一分钟 加适量盐,蒜末,葱片,翻炒三十秒,装盘即可 春季必吃的一道菜,快来试试吧